好莱坞每年都会生产出几百部影片 影片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今儿就跟大伙聊聊烂番茄评出的十大超级英雄烂片 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烂番茄的评办标准 烂番茄的评分分为新鲜和复兰两种 在专业影评中 如果一部影片有60%的影评值肯定太多 那么这部影片就会评为新鲜 会用一个成熟的红色番茄来表示 如果好评率超过75% 网站还会给出一个新鲜认证的标志 类似于高级水果上的标签 如果一部影片低于这个数字 那么会用一个被拍扁的绿色烂番茄表示 而普通观众的打分则用爆米花筒来表示 红色满筒代表好评 绿色翻倒的筒则代表了差评 闲言少叙在书归正传 让我们开始进入正题吧 第十名高峰战士3三位一体 上映时间为2004年的12月8号 由新线电影公司出品 韦斯利·斯奈普斯和瑞安·林诺斯领先出演 制作成本6500万美元 全球票房1亿3000万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26% 观众好评率59% 豆瓣评分6.6 一部影片好不好看 关键在于故事讲的是不是吸引人 情节节奏情怀结构 是不是能够抓住观众 逻辑方面是否能自圆其说 如果都做不到 那真的是无可救药 第九名人者身归3 上映时间为1993年的3月17号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23% 观众好评率34% 豆瓣评分6.1 这部影片其实就是一部 有着无厘头风格的闹剧 几只乌龟的扮相又本有傻 动作戏更像是熊孩子们的打架 不过乌军梅那时候是真年轻了 第八名乌鸦2 天使之城 上映时间为1996年的8月30号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12% 观众好评率40% 豆瓣评分6.3 影片的基调音域 叙事混乱节奏拖沓 演员的表演很一过 看得人是昏昏欲睡 第七名灵魂战侦2 复仇时刻 上映时间为2012年的4月20号 由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出品 尼古拉斯凯奇领先出演 制作成本7500万美元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18% 观众好评率32% 豆瓣评分5.7 其实这部影片 我们这儿的评价没那么差 不过跟第一部比起来 稍微差点意思 第六名超人3 上映时间为1983年的6月17号 由华纳兄弟出品 克里斯托福里夫领先出演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26% 观众好评率23% 豆瓣评分6.4 影片的专业评论 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差评 评论中的措辞也是相当的不客气 故事情节幼稚 笑点浅薄愚蠢中的 是超人系列最失败的作品 第五名艾莉卡 上映时间为2005年的1月24号 由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 制作成本4300万美元 全球票房5668万美元 可以说赔的是转个毛巾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11% 观众好评率29% 豆瓣评分5.4 很多眼高手低的导演 都想将自己的作品 在具有娱乐性的同时 融入更多的思想性 希望能寓教娱乐 让自己的作品显得更有深度 更具有人文关怀 但残酷的现实是 一部商业片一旦玩深刻 那么在情节节奏 及故事冲突上 势必要大打折扣 趣味性简弱了 思想象又没能体验出来 到最后鸡飞蛋打什么也捞不着 所以说如果没有那金刚座 千万别懒得自己活 第四名神奇四侠2015 上映时间为2015年的8月7号 由20世纪福克斯出品 制作成本1.2亿美元 全球票房1.68亿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9% 观众好评率18% 豆瓣评分4.5 可以说是票房口碑双方铺击 对这部影片的评价 无论是烂番茄还是豆瓣都出奇了一致 故事枯燥乏味且烂肃不堪 节奏拖沙让人昏昏欲睡 四个人物毫无特点 台词生影令人非常的失望 第三名蝙蝠侠与罗宾 上映时间为1997年的6月20号 由华纳兄弟出品 阿诺德·施瓦辛格和乔治·科鲁尼领先出演 制作成本1.25亿美元 全球票房2.38亿 这明显是赔了 而且赔的还不少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11% 观众好评率16% 豆瓣评分6.0 借用美国媒体的一篇评论 说此片被评为50部最差电影中的第一名 从人物场景设计到剧本之间都烂得一塌糊涂 豪华的演员这种全被造谈 所有的演员都在干 是州长在中国大一幕的滑铁楼之作 第二名美国队长1990年版 上映日期为1991年2月27号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7% 观众好评率16% 豆瓣评分7.0 这是我看到的国内和国外评论差异 非常大的一部影片 也许是年代问题 也许是克里斯·艾文斯 饰演的美国队长太深入人心了 当你此时看这部30年前的影片时 你会觉得这个美国队长就像个小丑 滑稽的行头笨拙的打斗 还有这位演员实在是摔不起来 即便放在当年看 影片中的美国队长显得还是太笨了 第一名变相怪节2 面具之子 上映日期为2005年的2月18号 由新线电影公司出品 制作成本7400万美元 票房5700万 可以说是血泊无归了 烂番茄专业好评率6% 观众好评率16% 豆瓣评分5.9 失去了金凯瑞的变相怪节 无论用再多的特效 都无法让观众提起兴趣 这就像大话西游梅的周英池一样 更何况故事乏善可陈 口碑差也在所难免